刘国松被誉为现代水墨画之父 他个人最高拍卖记录是作品《香江岁月》 在香港加世德拍卖会 以新台币六千七百万元成交 刘国松致力于在东西方艺术中 替传统水墨开辟新道路 他说要隔笔的命 于是将报纸揉皱 唾沫 用油漆刷作画 甚至还曾用过刷泡管的竹宗毛刷子 就是想怎么样的能够把中国画里面加上白线 用纸然后涂上墨印上去 为了替传统绘画开创新道路 刘国松早年言论常得罪人 新旧派画家都不喜欢他 当时没有一所大学美术系敢聘任他 甚至还攻击他是共产党同路人 虚副官是东海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 他是个学者 他用学者的理论来打击我们 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在白色恐怖年代 为了维护轻欲 刘国松一点也不怕 写了许多文章反击 刘国松说 自己这样的个性来自于战争时逃难的经验 刘国松出生于对日抗战期间 父亲战死沙场 小时候他和母亲随着军队大疆南北流浪 孤儿寡母常常受到其他孩子欺负 就常常被欺负 因为他们的父亲都还在世 我的父亲已经阵亡了 就孤儿寡母 用石头砸了 这个当时破了流血 满身满脸满身都血 逃难被欺负 被派系攻击 这些人事丑恶 刘国松从不表现在画里 他只画山水 从不画人 对他来说 艺术得要让人看见美好的一面 他自笔范骨 希望能将光明灿烂的一面信给看画的人 范骨他那个是一辈子潦倒 但是你看他后来的画多么光明灿烂 都是美好的 实际上我是对人物没有什么好感 你知道吧 我觉得丑恶的很 那你去画丑恶的那一面 我也不愿意 所以我总喜欢画比较美好的一面 对人物有什么好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